在我旁邊的杰倫 他其實幫很多藝人 都教他們這個做操 最近的代表就是小甜甜 隆祥 以前包括顏承煦 都有跟我上過課 好 那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什麼操 可以讓我們見見腦 其實我們要謝謝博士 博士今天有講一個東西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血液塞住了 這一段很多上班族 或者是很多現在在歐巴桑 在居家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因為你都是僵直的 所以這條肌肉其實叫斜方肌 所以這兩個只要塞住的話 這邊是脊椎 全部就像下水道一樣堵住了 我這邊很容易痠痛 這個地方也是 然後有時候會頭痛 所以今天我們要教這個見腦操 如果把這個地方疏活了 讓它鬆了 你就會記得比較清楚 好 什麼辦法呢 很簡單 喜歡看提直肌的周杰倫 第一招先送給周天王好不好 好 很簡單 我們的手呢 先手舉高好不好 來 手舉高 來 抱著頭頂 我們輕輕的 讓你的左邊的肌肉放鬆 配合 我這樣聞得好酸喔 對 輕吐氣 鼻吸 嘴吐 嘴吐 再吐 還有鼻吸 嘴吐 再吐 我們讓你的斜方肌放鬆 鼻吸 嘴吐 再吐 把意念都放在肌肉上面喔 我們剛剛是不是緊了 現在再鬆回來 換邊做 做完左邊要換右邊喔 這邊很痠 對不對 有沒有感覺 來 鼻吸 嘴吐 再吐 把意念都放在你的斜方肌 你的頸椎上面 對 好 再吐 尤其是C1對應的是神經蟲 如果血液進去的話 其實整個就通了 送給周杰倫第一招 第二個招送給蔡依林 蔡依林喜歡玩那個voking 他那個手就是會動來動去 那我們就發明一個 是也可以受到蝴蝶秀 有蝴蝶秀的朋友們 而且我們的背也是非常的緊 我們講說腰背痠痛 首先手舉高 很簡單 好 舉高 兩隻虎口對扣著 兩隻虎口對扣 斜前15度 輕輕的拉 有沒有感覺到 從你的肩膀 到你的上背部 有緊緊的感覺 我這整個旁邊這邊都覺得好痠喔 對 那你可以順便塑腰 順便塑腰一下 沒錯 你會發覺呢 坐完左邊 再回來吸氣準備 再輕吐氣 坐右邊 坐完左邊 坐右邊 坐完右邊 坐左邊 你會發覺 你從肩膀帶動到上背 這個整個都拉到了 對 整個都拉到 是很輕鬆對不對 你就想說你是蔡依林 我們來當蔡依林 你就發覺 蔡依林可以背這麼多歌詞 一個歌詞都 難怪人家可以背 這首歌要四五百字 我背不住 你會發覺 蔡依林最近變得好聰明 因為她脖子變細了 脖子跟聰明有什麼關係 你會發覺像 是太太透了 瑪丹娜娜 還有Lady Gaga 為什麼大家都開始 在練頸部的操 就是因為血氣通了 我們斜方肌放鬆以後 就像醫師所講的 因為穴位都通了 氣血懸滑比較好 氣血懸滑以後 對 你記得 它是透過呼吸 帶動到肌肉 帶動到神經 它是這樣子 互相做牽引的 所以有的人 脖子比較粗的話 他可能是因為塞住了 塞住了 包括肥胖的問題 對 沒錯 還有遺傳 所以有時候 脖子非常的短 然後又很粗大的 這個要預防心血管的疾病 沒錯 第三招 是送給MADANA MADANA 如果你有熬夜的習慣 如果你有上班族 過老的習慣 已經快要那種 得到一個墓碑了 OK 就很簡單 我們是手掌扣手肘 輕輕的讓你的脊椎的兩側 對 身邊做一下你的蝴蝶秀 你的游泳圈 我們動完左邊吸氣回來 再吐氣動右邊 還好 很簡單看鞋上方 眼鏡要看鞋上方 你會發脾氣對這兩側 教授 你很冰 這兩側 都全部放鬆了 而且這邊的肉 會比較緊實 所以你看 這邊從底下到上面 我們透過兩側的肌肉 從下背到上背 到斜方 到你的肩膀 全部都鬆開來了 這邊鬆開來的話 自然我們頭腦 就會變得比較清醒一點 又配合小米粥 又配合針灸 效果更好 謝謝杰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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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